刚才实在不好意思 不过你放心吧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难道你冲进来 这一路都是闭着眼睛的 好了别再提了 倒是你 这么兴奋地冲进来 找到离开这的途径了 哪有那么重 这个山谷啊 入夜之后 一片漆黑 再怎么样 也要等到天亮以后 再找 对了 这儿 我跟你摘了一些野果回来 还有疗伤用的草药 吃吧 没想到 你懂得还挺多的 连草药都能辨识 我也连你只会亮语呢 再怎么说 我以前 也是夫子 虽然大部分东西 只懂皮毛 不过 关键的时候 还是能自保的 这样很不错呀 再上你又会些武功 真所谓是 远文远武呢 你可不要这么说 我会感到惭愧的 惭愧的人是我 要不是为了救我 你也不会掉落在这里 不知何时能出去 我知道 你已经尽了全力了 只能怪 我的武功 没有那么高深 否则 怎么会让你这样 不 你千万别这样想 要不是有你 此刻 我还被关在贼寨 说不定何时遇害你 你既然逃出了 不该再冒想回来救我 其实啊 我心里面 早已有了决定 只要我赵子龙 还有一口气在 绝不会弃离不顾 这些话 可是你的肺腑之言 医药差不多好了 我帮你服药吧 来 以你之见 我背上的伤 不服药行了 那恐怕不行吧 虽然只是皮外伤 如果不服药的话 万一赶尔人子算 那就 有劳你呢 忍一忍 嗯 啊 七 怎么 疼吗 你死的 你死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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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三个怎么了 菜都凉了 赶紧吃吧 好好吃好好喝 再给我倒门 哥 我也想喝一碗 你 我也想喝 爹 我也想喝一碗行吗 好 喝吧 喝点也好 留神 也飞烟也倒门 师叔在上 我们几个小的 没有任何不开心的理由 今天是子龙的生日 就让我们几个人一起 开开心心的 为他过个生日 不要议论别的 尽管喝酒 来 干 我知道你俩心里不好受 但是谁心里好受 前几天 我跟师父顺着绳子去了好几趟 但是学面鲜肩 但是学面骨太神 根本见不着地 老师 别说了 子龙他不会死的 我相信 他只是一时间 没有找到回来的路 他不会死的 秦儿说得对 子龙不会有事的 他一定晚几天就回来了 我们大家喝酒吧 来 跟师叔吃饭 只有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 什么也不提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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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边有人 你看到人了 我没有看清楚 不太确定 但是我前两天 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不过这里 怎么会有人呢 我们还是别管了 子龙 我们接着寻找出路吧 轻衣 我们不知不觉 好像在这个谷里 绕了很多圈 这里似乎 没有通往外界的路 怎么找也找不到 难道 我们真的要被困死 在这里吗 放心吧 秦英 相信我 我们能离开这里 走了一天了 你肚子饿不饿 我给你找些吃的回来 你先休息 秦英 多少 吃一点吧 我吃不下 我真的很担心 我啊 总相信 天无绝人之路 只要努力 就一定会有办法 天无绝人之路 努力就会有办法 希望如此吧 我总听到 他们口中 说天下 你说这天下 到底有多大 嗯 我在想 人们眼里的天下 无非 就是 这绝命谷的 千万倍罢了 然而 应之大 所以 分乱 繁杂 秦 你说 如果这山谷 能自成一个小天下 那么这里的安宁 和和平 不就是人们 所期望的吗 嗯 没错 安宁和平 但是 你不是一心 想成为安邦定国的 乱世英雄吗 此刻 又说出这番理念 那岂不 与你先前学武的决心 自相矛盾了吗 当然没有 我一直认为 习武 除为自强之外 更是要发扬 忌若成强的 狭义精神 武力和战斗 都是为了争取和平 而不得不为的手段吧 我一直以为 越是武力高强的人 做任何事 最应该 以百姓的福祉 为衣柜 嗯 嗯 子龙 你的想法 总是能发人深信 要是多些 像你这样豪情万丈的人 也许这乱世 就能离和平更近一些 嗯 子龙 你发现什么了吗 嗯 你发现什么了吗 秦英 快来看 这眼壁上面刻的 好像是一些 长枪的招式 莫非是某位 世外高人 在此留下的 真是奇怪 我早就须置过了 太厉害了 不见了 太厉害了 我再次用它 就像小枝 快乐 不见了 小枝 再次用完 太厉害了 我看了 太厉害了 落证了 后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小姐 不知道小姐喜欢什么 改日再来时 也准备一些 温侯所赠之物 貂蝉都视为珍宝 前几日 温侯为了救我 连太师要抓的重犯 都肯放走 貂蝉 真是感激不尽 别说是犯人 就是反罪袁绍 曹操 只要能换得小姐平安 我也会放过她的 温侯观照小女之心 天地可见 温侯 请 女儿啊 来 给父 垂垂背 衣服岁数大了 做时间长了 就容易腰酸背疼 我小女岁数也大了 也给我按不了几天背了 该为你物色好人家了 一直不曾问过司徒大人 小姐难道还没有许配人家吗 方言望去 能入王某眼里的 寥寥无几 只是我所钦佩的人 又不一定能看上小女 故而 一直为许配人家 王司徒所钦佩何人 这 还是别说了 省得自讨没趣 还望王司徒 明言 女儿啊 你先下去吧 是 温侯 司徒大人刚才说到 钦佩何人 天下 唯温侯一人儿 只是 温侯乃当世英雄 如何能看得上小女呢 谁说的 谁说我看不上 如果我把女儿取配给温侯 温侯愿意收纳 大人此话当真 婚姻大事 绝无儿戏 司徒大人 如此厚待入部 他日定当 全马效报 温侯 快快请起 既然婚事已议定 那就按照婚俗 一步步来 此生若能与貂蝉相伴 还有何汉 我这就布置 赵伟锦辈 燃熏相 祝秦台 一代没人 一杯哭酒 断笑无言的 热了吧不干什么 夜色长浓 熄灭的战缝能平起多久 人死了小组 敢用生命来相随 参生一串的灰烬 为牵住我们的生产 让红白的战缝 希望为牵住天下 不战予身总拍 我爱与我相爱 生一雄一生 一整天 生一雄不留遗憾 搭不进人生的戏杯 尘不尽百般的滋味 鲜艳的是非 谁放得起真伪 淹没在时空的轮回 黄色微光 多少期待不从 莫乱回头 多少人没情愿走 我看透 轮胜不过一场梦 谁是这英雄 就敢用生命来消脱 穿上的我跪下 为先从万马头收下 让红帆的心下 成为特定这天下 不想与谁 走吧 不爱而与我家 这英雄一生失败 是英雄不留遗憾 到不尽人生的喜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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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不见百般的滋味 鲜艳的是非 谁放得起真伪 淹没在时空的轮回 你 广告 你 广告 多少期待不从 莫乱回头 多想让你情愿走 我看透 轮胜不过一场梦 谁是这英雄 就敢用生命来消灯 就敢用生命来消灯 穿上的我跪下 为先从万马头收下 那红花都长下 从未尽人生的心 就敢用生命来消灯 不想为谁 祝败 我爱而与我家 人生一生 是日待 是英雄不留 遗憾 子龙 秦英 这套枪法 真可谓是 我见过最精妙的 总共有七七四十九十 包含了进攻 防御 架 徒步 单挑 掠阵 正所谓 无所不有 这好像是老天 对我的眷恶一样 我一定要把这套枪法 融会贯通为止 经过这两天的观察 我发觉 你已经精进了不少 子龙 我有东西要送你 给 秦英 你不仅有一双灵巧的手 更有一颗 善良的心 你能喜欢就好 龙行天下 轻衣随 你不仅一双灵巧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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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龙快拿去试试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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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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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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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侯昨日陪太师到山里狩猎 凑桥捕刀一我小鹿 温侯知道貂蝉小姐喜欢小动物 特命小的送来两只 那只母鹿直接被猎杀了吗 没有 因为太师想喝新鲜的鹿血 所以母鹿被捉到了太师府 这会儿还没有被宰杀 父亲 想办法保住他们的性命吧 可是太师想喝鹿血 我怎么能阻止他呢 回去跟温侯说 让他不必再为下聘的礼物费神了 就说小姐只喜欢捉进太师府的那只母鹿 让他设法弄出来 作为聘礼就行了 这个 这个还没听懂吗 赶快回去 向温侯赴命去吧 诺大人 累了吧 喝点水 来 喝点水 真好看 这张脸是我见过 最美丽 最娇艳的一张脸 你说你一个呆呆的教书先生 什么时候还学会夸人了 不过太假了 一天就不是真心夸的 没有 我 我真的这么认为 好吧 那我问你 我跟貂蝉姐姐比起来 谁更好看啊 你啊 你看你露馅了吧 以后夸人用点心 别随口就夸 我 就知道你笨嘴捉舌的 料到你也说不出什么理由 好了啊 你什么也不用解释 我都知道的 难道我会吃貂蝉姐姐的醋吗 他根本就不像是从人间来的 他身上处处都有一股超凡脱俗的气息 你说像他这种天仙般的美人 得多大的英雄好汉才能配得上他呀 我知道英雄好汉 少之又少 武功 起码得像吕布那样才行 嗯 马中赤兔 人中吕布 这个吕布呢 无论是武功 相貌 跟貂蝉姐姐 倒是极为相配的 只是 他跟着董卓 助纣为虐 不能算作英雄好汉 真是可惜啊 子龙 将来 你一定要走正道 做好事 不然就算你武功再高 哪怕是高过吕布 我也会瞧不起你的 嗯 嗯 小姐 明天董卓就要来咱们府上 哪里天剑跟金刚剑了 老爷让我再问你一句 一旦使诗 可是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你是真的想好了吗 今晚的月亮 又鸣又圆 今晚的长安城 如此静谧 安详 小姐 让我安静地看会月亮吧 或许过了今晚 即便是月亮更加矫急 我的心 再也不会有这份安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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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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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司徒过奖了 太过奖了 怎会太过呀 太师振服汉室 威名四海 实则功业 早高过伊尹周公 甚至直追高祖光 自古天下就非一家一性所独有 理应让有德者拘之 所以摇让位于顺 顺让位给予 平太师的丰功伟业 如果按古人先例 理应接掌天下 这才上河天意下河民心呢 王司徒 王司徒言重了 老夫曾敢有这种念头啊 自古老师 自古以来 有道伐无道 无德让有德 实属天经地义 现在 以天剑青钢剑 又巨规太师 可见太师 确实是天命之所属啊 王司徒这番话 虽然是过誉 但 说的老夫倒也是 内心愉悦得很啊 为庆祝太师 把两柄护国神器收入囊中 就让小女献一支小曲 给太师助兴吧 好 好 太师 请 请 佩师来 嗯 好好 嗯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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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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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女想来姿色善家 王司徒 快让他前来见我 还不赶快拜见太师 小女子拜见太师 免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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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免励 还不赶快给太师敬酒 色衣双绝 人间罕有啊 这是天女下凡呐 王司徒 这位美人是 一女 小字貂蝉 貂蝉 小女子先告退 这 这是四翼双绝 人间罕有啊 这分明是仙女下凡呐 既然太师这么喜欢貂蝉 王允欲让小女进太师府服饰 不知太师肯否接纳 王司徒 王司徒如此恩惠 让老夫何以为报啊 貂蝉 能够追随太师左右 朝夕服侍 那是何等的荣耀啊 也是给我最大的恩惠 那司徒大人 什么时候把他送到啊 我现在就叫人准备 亲自送貂蝉 到太师府 好 好 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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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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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仙 岳父 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啊 你这个新郎官到这里干什么呀 太师已经替你把小女娶恢复了 太师已经替你把小女娶恢复了 走 走 问候 太师有令 今天谢绝一切赫然 就是皇上来了 也闭门不闹 参见 参见太师 都下去吧 见过 见过太师 新人已梳洗完毕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女人哪 你是天生的仙女 还是天生的嫦娥呀 哈哈哈哈 万太师 不要嫌弃奴婢 哎呀 怎么会怎么会呀 我一定像带仙女样的带你 好不好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哎 怎么了美丽 老夫吓到你了 哎呀呀呀 都怪老夫 老夫太鲁莽了 啊 哎呀 你今天也累了 那 那我明天再来 明天再来啊 哈哈哈哈 是 请留步 啊 莫非 是太师真的嫌弃奴婢了吗 哎呀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美丽 美丽误会了 啊 啊 既然如此 太师 请入寝吧 好好 哎 多谢美人啊 哈哈哈哈 好 是 啊 哎呀 啊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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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轻易 你应该清楚 轻易 我是在乎你 我做错什么 令你不高兴 你应该清楚地告诉我 你在乎我才怪呢 我看一直以来 你只在乎那套枪法 练会没有 练鼠没有 你每天除了练枪还是练枪 你知道吗 你对我多久 没有好好跟我说话了 还有 看样子 你是真不打算 离开这绝命谷了 作为我依靠的男人 难道你就不想想办法 负责把我带离 这个鬼地方吗 我看一直以来 你只在乎那套枪法 练会没有 练鼠没有 你每天除了练枪还是练枪 还有 作为我依靠的男人 难道你就不想想办法 负责把我带离 这个鬼地方吗 这整座山谷 我们都绕了七八回了 如果有洞口的话 应该早就找到了 我看你是故意找不到 想一辈子把我关在这儿 这样 我就能每天在这陪着你 练习你的那些枪法了 不 真不是 你这么说 还真把我难倒了 那位在岩壁上 留下枪谱的高人也是 当初怎么不顺便刻上些飞檐走壁的绝招 供你学学呢 等你学会了 也许就能带上我一飞冲天脱离此地 光练那些枪法 根本就无济于事嘛 秦义 你倒是点出了 我心中的一个疑惑 你说 当初那位高人 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又是怎么离开的呢 也许他真有飞檐走壁的本事 也说不定呢 这么高耸的岩石峭壁 想要飞下来 完全没有可能 就算他有飞檐走壁的本领 也不至于 飞这么大技 飞下来 磕了枪法 再飞走吧 子龙 你有没有想过 那位高人 也许还待在这儿 有的话 估计早死了 死了怎么也得留下一具白骨吧 可这几乎给我们踏遍了 也没有见到任何白骨啊 你的意思是 他有可能 还活着 而且就在附近 我们不是一连多次 总感觉到背后 有人影盯着我们吗 如果是这样 他为何不可现身呢 这就不得而知 这什么时候出现的这匹白马 这匹马 我见过两次 在这儿吗 不 是在外界的树林里 外界 那 他是怎么进到这里来的 说的是 如果说他能进来 就说明 一定有动靠 只不过 是我们还没有找到 走 我们去看看 嗯 嗯 只能 不用怕 我和她是老朋友了 这匹白马 极通人性 弄不好 是专程来找我的 马儿 你说我们 是不是好朋友 你是不是特意过来 带我离开这儿的 上来吧 我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别问我 一生为了却温而获 夜色蒸笼 熄灭的绽缝能平静多久 心思到脚踪 敢用生命来相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想与谁 怎办 不爱又与我家 这一群一生 时代 这一群一生不留遗憾 原来是这儿 你认得这地方 这儿 我以前来过 这叫印月湖 位于县城外西南的二十里地 这湖面和这周围的山形 我记得的 你的意思是 我们已经离开了绝命谷 轻衣 我知道 这绝命谷 是被四周的峭壁所包围着 看似与外界隔绝 其实谷底和水路相通 刚才白马带我们去的洞穴 就是和印月湖相连的地方 难怪绝命谷会成为绝境 谁会想到 通道竟在湖水底下 你我能活着出来算是幸运的了 若非白马相助 我想 我们到死也找不到这个出口 嗯 说得对 好马儿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你可是子龙与我的救命恩人 哦不 救命恩马 真没想到 我们落入绝命谷以后 还能劫后重生 正用了你说过的 天无绝人之路 对吗 怎么 回归红尘 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七姨 我想说 能和你共同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感到真的很幸运 好 好了 我们回家吧 我还不想这么早回去 我想和你在这里多待一会儿 说真的 我也不想让你走 但的确应该回家了 走吧 走了 走了 走 小姐 真的是你啊 你没死 当然没死 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小姐 你不在的这运 我可遭了大罪啊 又怕老爷问罪 又被那个高则 实时的埋怨呢 好了 我明白的 大家都不容易吗 别提了 我这几天所受的委屈 还不知道找谁去说呢 过两天 我自然随你 回家去见我的父亲 小姐 你又要去哪儿啊 去哪儿 当然回我原来的住处啊 不行 肯定不行 你要是坚持在真定县 留几天 我也不拦你 但是你必须住在县衙 平时由我保护着 你再有什么闪失 我三个脑袋也不够砍的了 什么 难道你还想监视我呀 我在那里住得挺好的 你凭什么让我去住县衙 你赶紧给我让开 否则别怪我分脸 小姐 你能安然回来 已经是老天开眼了 这次就算你恨我入骨 我也不会让你单独行闹的 耿军 好伤好凉的 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我偏要走 你能怎么样 小姐 那就得罪了 来人呢 把小姐给我围了 耿将军 有什么事不可以商量吗 这是我们夏侯家的家事 你一个外人插什么手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是你们家 小姐的朋友 关心怎么了 世界上能关心我们家小姐的只有两个 一是我家老爷 二是他的未婚夫高泽 就算你们共同患难几天 那又怎么样 你根本不配 好了 我不跟你这种下人做口舌之症 今天 我是不会让小姐一个人离开的 耿军 小姐 你就体谅体谅我们夏侯 别为难我们了 那好吧 我也不为难你了 要不这样 我们先在县城溜达溜达 一会儿我再去县衙 怎么样 小姐 你想在县城走 没问题 我不阻拦你 但是 前面说好了 我一定要在你旁边保护你 可不能让你再出什么乱子 耿军 我已经让步了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今天本小姐就不跟你走 来啊 把小姐送回衙门 落手 高将军 你来得正好 我们一起看住小姐 子龙 兵士说看到你们 我几乎怀疑自己的耳朵 现在看到你们平安回来 我真是太高兴了 多谢高兄的挂念 轻衣 别太任性了 你想在针定县待几天没问题 我可帮你跟夏侯叔叔说 但是 你离家这么长时间了 夏侯叔叔都快想疯了 前段日子 我在洛阳碰到他时 提到你他就凯探 我知道你当初离开家 是怕夏侯叔叔逼你结婚 这个你放心 毕竟我也是当事人 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本人 绝不逼你 高则 你怎么可以这么好 谁都知道强扭的瓜不甜 我高则也算读过书的人 怎么会强迫别人做事情 好吧 高则 就冲你这句话 我一会儿就到县衙去住 几天之后 我就回家去看望我爹 但是 现在你们不要拦着我 跟着我 我还想静静地答应我 高将军 你可不能听他的 他要是溜了 我可就惨了 好了 不必多说了 我担保 轻衣会回来的 相信我 子龙 替我照顾好轻衣 嗯 好了 你们走吧 走吧 终于又快回到柱柱了 这一路上你赶了又赶 一步也不肯烧歇啊 说 你心里打什么主意呢 我知道 这一个多月 你肯定是和我在一起待你了 所以你想赶紧把我打发走 你就能解脱了 是不是 当然不是 可我从你的脸上 完全看不出一丝不舍之情 欣医啊 你误会我了吧 既然是误会 那好 咱们这就调转码头 回绝命谷去 真正做一对世外的神仙眷侣 如何 这 这 我逗你的 你我好不容易历劫归来 我说什么也得放你回去 毕竟 再怎么相爱的恋人也不可能朝朝暮暮 人还是很难能做到离群所居的 父母兄长朋友都是牵挂 又怎能独自消遥呢 秦医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感慨 其实 我早已经决定 无论在哪 天外之地也好 分乱的城市也好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和你在一起 白头偕老 听你这块木头书这番话 都消出眼泪来了 好 那就把我当木头吧 你要不要跟严城和秦二打个招呼 我现在像个乞丐一样 还不被秦二飞燕取笑半天啊 等我梳妆完之后再过来吧 紫龙 你怎么了 没事 秦医 那我就不陪你 回县衙了 嗯 赶紧进去吧 好让刘胜等人放心 对了 白马怎么办 要寄养在县衙吗 他本来就属于山岭 没关系 我明白 那我先走了 哦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随时啊 看你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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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马儿 谢谢你啊 谢谢你救了我们 也谢谢你一路上帮了我们这么多 你知道吗 我真的非常想把你留下来 但是 子龙说了 你生于山林自有去处 那我只能让你走了 保重啊 小姐 小姐 你终于回来了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你去哪儿了你 是有些恍然若梦 不过小丫头 我的确回来了 真真切切地站在你面前呢 小姐 你这次太过分了 这场玩笑开得太大了 都要把实验急死了 对不住 对不住 这样吧 我答应你 以后不管我掉进什么谷 我都一定把你带着 这样总行了吧 小姐 你还要玩失踪啊 这可不行 对了 我先去烧水 你快进屋 然后啊 你赶紧洗个热水澡吧 嗯 快去吧 嗯 感谢观看 怎么样 打探得如何 城西部房 比较松散 城门守卫十二人 哨所两人 换班时间是 等等 那是谁 谁敢偷听我们虎牙山的事 给我出来 上 别人 先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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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谁 出来 张大哥是我 狗蛋 真的是你 你果真没死 我能活到现在 还不是多亏了你 不过怎么可能呢 你落入绝命谷 我以为你早就 别说这个 那些山贼 现在动向如何 是不是 他们企图 要对真地县 做什么不利的事 你不知道 自从你和清衣郡主 逃走之后 那杜绝大发雷霆 誓言要灭了真地 这一个月内 他天天在寨内密谋 明显接二连三地 派出细作入城打探 那你可否知道 杜绝想要发兵的准确时日 不知道 不过应该就在这几日了 你目前真地县的兵力 如果再偷袭的话 很难抵挡 我要立刻回去 通知官府 让他们加强防卫 狗蛋 你数次帮我 恐怕山贼他们 已经起了疑心 要不然 你别回去吧 我知道赵大哥是好心 不过现在 还不是时候 不过现在 还不是时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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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